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高之后就一路的在低档做一个震荡 那盘中一度还来到10770是跌破了10800点 不过所幸这个尾盘就有出现收缴的这样一个状况 最后跌幅收链只有小跌21点收在10810 好 那对于近期的连续的一个修正 当然市场上众说纷纭了 对不对 各种讲法也都有 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我说过再强势的行情再会涨的股票 不可能天天都在喷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一波价钱指数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六七八连涨了八天 而且这个仰角之斗啊 这个乖铃之大 我想这个都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里进行一个整理 我认为这是天经第一在所难免 尤其你这样说好了 涨了八天 修正三天 这还是一个很强势的架构啊 这里低点10408 一路涨到这波的高点10934 这一涨涨了526点 然后从高点10934修正到今天的低点 今天低点是10770 对不对 这样修正了164点 那你看今天碰触到时日线之后 马上收缴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连补都没有补到 所以这样整理的姿态是不是非常的强势 我这样说嘛 涨了526点 依照黄金切割率强势整理0.382来计算的话 只要在200点以内都还是一个强势整理的一个范围 更何况到今天的低点 就以今天的低点 不要用收盘哦 就以今天的低点来算的话 也只修正了164点 所以这个强势就是强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那我说过了 大盘整理是要的 是必要的 重点是趋势改变的没有 趋势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不对 那趋势只要没有任何的改变 终究还是要再去突破10934这个高点 甚至于大家所担心的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这个一万一千点的关卡 也是要突破的 甚至于我已经帮各位规划好了 我说今年台股的目标 就是咬指12682台股的历史高点 美股国际股市不断在创高 我认为台股没有理由 我们没有去创高 最起码创高一次不够分吧 好 所以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那重点来了 如果你知道未来 这个行情在整理过后 终究还是要再往上涨 甚至于去突破12682 那么现在行情在这边震荡 你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其实在前面两天的一个节目里头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把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个股 我们先做获利了解 因为涨幅既然比较大 如果短线我们认为它筹码不能够续墙 有要整理必要的 我们会先出一趟 这个也就是我们分段操作的一个精神跟原则 对不对 好 那资金出来之后要干嘛 资金出来之后 就是要去转进到一些近期 随着行情的一个压回 股价被出现错少 又或者近期短线在整理 但是未来怎么样 未来会再度的大涨 那趁着现在拉回有低点 我们当然是要逢低买进 我想这前面两天的节目 我讲的清清楚楚 那我这么讲 我们这么做呢 我说过的 我在台面上怎么说 我就带会员怎么做 既然我告诉各位趁着压回 我们要去选择一些 我们锁定的好股票来做买进 我们来看看我有没有买 来 昨天一根实体大肠黑 好可怕 对不对 昨天跌了八了几点 对不对 当你们在觉得好可怕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在买股票 我就告诉你 我要逢低买一些股票 我买了什么股票 来 先看一下日期 1月10号 对不对 来 我们买什么 红包股 3620的光节 请空手的在这边 试价买进 持股不足的 也请同步加码 来 这昨天的扣讯 对不对 我们在买股票 买谁 买红包股 3620的光节 那我相信 我们非凡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档红包股 你会不熟吗 这档红包股 是我在上上个礼拜 12月27号开始 连续送给各位三天的股票 对不对 连续在低档带领布局三天的股票 有没有 来 让各位回忆一下 当时这档股票 还没有突破上升轨道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我要再一次的带领各位 我们走在故事的前面 那很多人说 还没有突破呢 对不对 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转强啊 为什么不等转强再买 因为我告诉 我先不写得很清楚吗 在他突破之前 你就要先大买 那为什么不等转强 而是在突破之前 我们就要大买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们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想想看 等他突破了 一档正确趋势已经出来 开始要大涨了股票 你认为媒体会被报导 那经过媒体一报导 你认为市场的人 会不会所有人都知道 那一档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股票 你再来跟着市场上 所有的人一起来买这档股票 你认为你会有多少的利润 想想看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过了 当全市场都知道 这不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这叫跟着大家的屁股后面走 不是吗 所以我说突破前要大买 那为什么我们认定他一定会突破 为什么 原因就在这里 讲得清清楚楚 第一天我邀请你一起来布局这档股票的时候 而且是送给各位的时候 我就讲得清清楚楚 第一个 大股东的成本 一价三成 什么叫大股东的成本 一价三成 我都讲了白花一点 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花 就是告诉各位 当时我们在这边买23块钱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买23块钱 而我们的成本 比大股东要低三成 换句话说 大股东的成本会比我们高三成 那你说这样会有什么意义 你想想看 大股东他买这档股票 是为了来报的吗 来套牢的吗 绝对不是 他买了这档股票必定要赚钱 那你想 我们在这边买进 大股东的成本在29块8 我们低他三成 那他也要赚钱 那你想我们姑且不讲说大股东要赚钱 我们就说大股东解套回到他的成本就好 我们成本低三成 他一解套是不是代表我们赚三成 对不对 但是大股东不仅要解套 他还要再赚钱 那如果他赚 我们是不是会跟着赚的更多 所以在这边有什么理由 大股东高三成他就在买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买 这第一个 对不对 那第二个 我说他是被动元件的遗珠 被动元件涨一波了 但是很多人却遗漏了他 而且他还具备晶片电阻涨价的概念 那既然被动元件涨一波 而很多人独漏了他 那我说过 接下来法人市场上的一些大咖的 回过头 就是要买这种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好他的理由 第三个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 有两大巨人 背后常有两大巨人 这家公司背后有两个巨人 一个大陆的风华高 第二个我们台湾的国巨 那我相信熟知产业的都知道 这两家公司都是在产业界 赫赫有名响当当的人物 不论是哪一家 都是大人物 对不对 那既然是大人物 我就告诉你是巨人了 那既然是产业的巨人 你说要对他的业绩 能够有所益助 那是必然要的 而且是必然可以期待的 那我说任何一个巨人 不管是风华高也好 国巨也好 随便一个都能够 让他的业绩能够大成长 更何况是两个 那这个业绩成长的一个幅度 这个想象空间 那更不容小看 对不对 那一旦业绩能够大幅成长 你认为他的股价会不会跟着大涨 我想这个已经不用争论的事实 所以当时在还没有涨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在突破前我们要大买 记不记得 我想这个之后 记忆犹新 对不对 尤其当时我说过 我把它取名叫红包股 为什么取名叫红包股 红包股的定义是什么 当时我也讲得很清楚 快过年了 对不对 快过年了 大家无非都想要在过年之前 对不对 赚一笔年终奖金 赚一个大红包 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所以这档股票 就是要给各位一个大红包 那什么叫红包 就是让各位马上有感 马上有感 什么感 赚钱的感觉 所以叫红包股 就好像拿到红包 一拆开 哇 里面几千几万 对不对 好开心 对不对 这叫红包股 立马有感觉 好 那我们来看 在还没有突破之前 告诉各位要大买 也大方的送给各位 对不对 告诉你 这是你赚红包的机会 好 那我们连续 有没有 带着各位买了三天 当时在23块 最低在226 但是我说过 我既然买在23 我就告诉你 我买在23 我不会给自己灌水跟碰碰 对不对 研究员出身就这样 实事求是 一分证据 讲一分话 连买三天 有没有 连买三天 27 28再买 到29 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买股票 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带你去追涨停 可能五分钟 现实抢购 你不买 待会涨停 瘦起来 你就买货 但是我过去也讲过 这种股票你买了 当天就让涨停 隔天你也未必赚得到 我不来这一趟 我们比较笨 我们就好的股票 我们在低档怎么样 我们慢慢的布局 让你买得低 买得安心 买得充容 买得低 买得到买得多 对不对 至少三天的时间 我相信你不可能买不到 你不可能买不够 三天的布局 有没有 后来 有没有真的大涨 来 对照一下 我是在还没有突破的时候 告诉你突破前要大买 有没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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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胜于雄变 对不对 六天 涨了27% 六天 从23块涨到29块 29块3 有没有 当时我告诉各位 再创新高 即将突破关键数字 什么关键数字 29块8 那29块8是什么 不就大股东的成本吗 对不对 你看 短短六天的时间 已经直奔大股东的成本 有没有如我们的预期 不过那时候很可惜 第一次拉上来 第一次拉上来 到29块3 没有能够突破29块8 随即压回 那这也没什么 因为毕竟连涨六天 而且创了波段的新高 你说 喝杯水喘口气 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对不对 那反而你压回来 当时低档你买的不够多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就是你第二次的买点 你最后 对不对 你第二次的一个机会 你要好好的把握 有没有 你看吗 我昨天都还在买 有没有 我昨天都还在买 我们昨天还在加码 结果你看今天 差一点点涨停 差一点点涨停 来到哪里了 来到30块7 投资票 有没有完全如我们的预期 突破了大股东的成本 29块8来到30块7 有没有完全按照我们 帮各位所规划的剧本在演 有没有 来 先看看今天怎么告诉会员 恭喜大家 我们的红包股 3624的光洁 今天一举突破大股东 认购的成本价29块8 并且向上突破了 创下30块5的一个波段新高 今天最高是来到30块7 因为我当时 发自动抗讯的时候 只有到35块 30.5 但是事实上今天是到30.7 创下波段的新高 好 那我们说过了 大股东开始赚钱了 大股东开始赚钱 这一开始我就告诉各位 大股东他绝对不是买股票来套的 他也要赚钱 所以大股东 是不是开始赚钱 当大股东赚钱的时候 我说大股东到他的成本 我们就先赚三成 现在大股东赚钱 我们是不是赚更多 我们已经赚了多少 到今天已经赚了33%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 对不对 大股东开始赚钱 我们早已经获利超过30%以上 超越大股东 所以投资朋友有没有感觉 今天你看我的节目 你是我们忠实的观众 今天你是我的会员 对不对 你看 做股票 有没有比大股东还爽 大股东才刚刚解套 刚刚赚钱 而我们赚了比大股东还多 赚了三十几跑 比大股东还爽 对不对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有没有 这场红包股 我想也没让大家失望 对不对 我说过红包股 就是要立即让大家赚到钱 所以才叫红包股 那我们再一次领先全市场走在股市的前面 完全帮大家掌握在起涨点 太棒了 大家持股大赚 获利续报 有没有 来 这档股票 第一档连买三天 在节目里面也是连续三天送给各位 有没有 你告诉我 所有当时有打电话进来的 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我说过 我带你买股票 不会只买 一天 也不会只买五分钟 连买三天 让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而且 我有没有散弹打鸟 一次给你五档 八档 十档 就这么一档 当天打来 那时候打来的 是不是就这一档 要让各位赚红包 有没有 那今天怎么样 你当时买不够的 你看今天 我昨天节目都还有讲 我们有加码 有没有 我加码 第一时间都告诉你 我加码 对不对 那今天创新高 就代表什么 这代表 这一段时间 不论你买在这里 这里 甚至于是昨天才买的 你今天都大赚 你有看我节目的 当时有拿了这张股票的 没有一个没有赚到的 不是吗 对不对 我想这事实胜于雄变 而且我告诉各位 我说我们再一次 走在故事的前面 到现在 到现在 市场上的一堆名师 一些A咖级的 一些名师名嘴 到现在 才带着他的会员 来买我们的红包股 3624的光景 你自己说 你的老师有没有在这两天 才带着你买红包股 当然我必须要讲 他们这个时候来买 就趋势上来讲 是对的 是对的 只不过 他们来买 我们买在哪里 他们买在这里 我们买在这里 即便趋势是对的 差多少 我们的成本 比大股东还要低三成 结果这些名师名嘴 他们的成本 我们不要说比大股东高了 跟大股东一样 可是我们已经先赚三成 所以投资朋友 同样做股票 你自己说 你觉得哪一种方式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各位 哪一种方式 对各位是最有利的 这个答案我留给你自己 我的这种情况 就跟原相一模一样 我说过原相 我们78块 就带着各位买进了 结果市场上的一堆名师名嘴 到150几块 160块 才带着他们会员进来 然后我们在160几块 全数大赚获利出清 那你看到现在多少钱 到现在原相 120几块 70几块的股票 我们在160几块 全数大赚倍数 获利出清 结果市场上这些名师 口才很好 名气很大的 这些老师 才带他们会员 买在150 160 你买在150 160 那也就算了 买在高档 结果到现在 跌到120几块 全部套在高档 也没有带你们出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自己说 我有没有说错 还不止一个 我知道至少就五六个 都是A卡级的人物 对投资朋友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模式 能够真的帮你赚到大钱吗 还是像我们一样 走在故事的前面 这个答案 你自己 好好思考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2018年的行情 现在才刚刚开始 既然是一个新的一个年度 那当然会有新的布局的方向 而对于今年的操作的一个策略跟规划 你现在就要先制定出来 你要有一个目标 否则当盘面出现 现在像盘面一震荡的时候 你往往就会迷失的方向 你不知道东西南北 那更不想说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好那我说过 目标定出来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好比说去年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的一年万点不是梦 接下来万点会是起涨点 万点会是常态 尤其倍数的股票 会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你有这个目标 你看我们可以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看郁金光 当时六十几块带着你布局 有没有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有没有 联谊光当时在18块带着你布局 涨到66块8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接下来比特币的华琴 四十九块带你布局 后来涨到101块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对不对 创意100出头带你买进的 后来涨到200多块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有哪一档 刚刚也提到原项目 从78块就开始布局 有没有 后来涨到174块 有没有倍数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十月第一档 红阳 当时40块钱 39块附近 涨到86块 有没有涨倍数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甚至于最新的这档尼克森 去年十月这档尼克森 有没有 也是一样走在故事的前面 连续几天的布局 拉出九根掌停板 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而这些都必须 你要有一个事先的一个规划 那今年我已经告诉各位 目标在哪里 目标就是历史高点12682 那当然这个目标 不是一个阶段马上就到 所以各位放心 我也会在今年的行情里面 我会分阶段的帮助各位怎么样 每一个每一个阶段的行情 我们把它掌握起来 同样的我说今年 能够大赚 大涨甚至于超过倍数的股票 还是会一档接一档 那这些机会我也会带着各位来把握 尤其我说过现在这个阶段 从现在到过年之前 我讲过了 这是最好赚的一段时间 法人新的布局 对不对 又加上财报的空窗期 连十月 连这个十二月的营修 都已经全数公布完了 所以接下来一些有本质的股票 你看3624的光洁 今天都喷出去了 好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 还会一个一个接着出来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能够掌握 能够把握像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也特别 在今天我们推出 过好年先赚再说 过好年先赚再说 我相信快过年了 大家无非都想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而现在好的股票 会一档接着一档的出来 所以这些股票 来 我先带你 我先带你赚了再说 从现在一直到农历年的封关之前 什么都不用讲 我先带你赚了再说 所以过好年 开心的过好年 先赚再说 那赶快投资朋友 把握机会赶快先报名 赶快先报名 先报名 先卡位过好年 先赚了再说 有机会又要掌握 有报有机会 没报 可能未来你就会后悔了 就好比去年 你看这么多倍数的股票 随便 那不要说每个都做到 做到一支就好了 又有说去年年底带你报的 对不对 带你一起掌握的 这档光景 今天都创新高了 你看这样的股票 还会一档接一档出来 所以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我先带你赚了再说 从现在到封关联之前 都是机会 有报有机会 没报会后会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尔